华南卷王比亚迪擅长卷成本 搞油电铜价 让小日子没过上好日子 现在华东卷王吉利也说要申请加入 这次吉利银河 要卷的是技术 作为吉利银河品牌的首款车型 银河L7的主要任务 就是要盯着Song Plus DMI来打 那究竟打不打得过 要不要退订 我给你列了五个官方的参数 我先不发表观点 试完车再说 银河L7急速达到240公里每小时 Song Plus DMI只能干到170 这就是雷声混动三档DXT 带来性能上的优势 目前大多数的自主品牌 都在用双电机P1加P3的构型 盛在电感墙和保电能力墙 当然也有用P2单电机构型的 像长IDD或者大众和宝马 优点就在于动力强 但是汇电状态下 性能会有所下降 银河L7用的是P1加P2的构型 好处就在于和比亚迪DMI一样 电感明显 P1发电 P2驱动 纯电模式下 除非你开杠材油门 否则发动机都是不会介入的 而这副P1电机不仅能发电 还能发力 加速的时候可以两颗电机同时开干 发动机也支持 憋转速弹射起步 发动机介入之后 有点像玩赛车游戏 开了氮气一样 轻心再推你一把 现场实测 银河L7加速会比Song Plus DMI快了一秒 DMI系统用的是单挡机构 相当于普通变速箱的五档 时速70公里之前 发动机都在带动P1电机发电 再供给P3电机驱动 多了几次转化效率就低了 低电量状态有机会出现 加速爬坡的时候 前端电力供应不上的问题 也就是俗称的失速 而银河L7这时候可以让发动机 加上三档变速箱更早的实现直驱 就算电量极低也能跟油车一样靠谱 这套混动版本 目前这一套策略是有佩哥的一些意见在里面的 例如说车子可以自能通过导航线路的判断来意识到你是要跑市区还是要跑长途 如果是跑长途的话 一到车速稳定的时候 尽可能的让发动机加三档变速箱去介入 这样中高速阶段就能发挥出这套P2系统的一个优势了 尽可能的保存更多的电量留给我们市区去串联行驶 有网友就问了 那我买插混不就是涂塌电感墙 还有发动机的存在感低吗 我就是要尽顺省啊 那银河L7一样是能满足你的 真诚模式下它的发动机带动P1电机去发电 然后P2电机作为一个输出的动力来源 而且发动机的转化效率会挺高的 一般来说发动机一升油可以发三度电 那这套银河L7搭载的1.5T的四缸发动机呢 一升油可以做到四度电 要电感有电感要省油也能做到省油 快电油耗可以做到五升出头 关称满油满电能跑1370公里啊 点赞过千拿到试驾车的话我就从广东开到杭州试一下 然后这个银河L7呢它是用了一套前迈弗讯后多连杆的一个悬挂 然后四条避震呢都是用了韩国的万都避震 我们现在通过破碎路面来试一下 它对于路面细碎震动呢是给你油了一道夫 但是给你保留了一定的路感 不会是那种完全给你抹平路面信息的那种 所以在ECMA平台之下呢 吉利的车型都是给你感觉是比较欧气的那种 调教 是让你觉得有操控有架控的乐趣之余 保证了它的舒适性的 银河L7的车身尺寸跟Song Plus DMI是非常接近的 不过银河L7的轴距 比Song Plus DMI整整长了一本孙子兵法 两台车的后排空间打得有来有回 腿部头部空间都是优秀水平 坐垫也足够的长 差异就在于银河L7的后排地台有小幅度的凸起 要把销量网卷下成潭配置必须给够 3块大屏够不够 副驾大屏还是16.2英寸的 有网友就问了这么大块屏幕万一撞车了 是脸颊屏还是屏颊脸啊 那顶部的汽囊就要了解一下了 旅王座也就见得多了 带通风加热按摩理疗还有香薰系统的 在座各位还有谁 38千瓦的快充 6.6千瓦的外放电 露营打火锅冲咖啡完全没有问题 只一个Infinity影响 头枕也是带影响的 副驾也支持独立的蓝牙外放 驾驶员副驾实现平权 论堆料提力还是很舍得下本的嘛 更卷的还有智能座舱 大家听到耳朵齐俭的8155芯片 它也是有的 某的给你大平板 银河给你大手机 银河NOS操作系统跟FindMe Auto 是拖不快关系的 整个操作逻辑跟手机非常接近 下滑菜单 双指调温度 五指任务栏 三指飞平 上手成本极低 而且车机的软件丰富程度 非常接近手机了 语音控制也支持 可见即可说 技术配置智能座舱都武装到牙齿的银河L7 想要硬钢Soneplus DMI的话 我觉得真的能打得过 不过人家Soneplus DMI 还有一个性能更强的1.5D四驱的版本 所以我建议L7后期 可以再加一个P4的电机 把它的加速再提升一点 那就可以两个真正的拍手腕了 还有就是这台L7的混动系统的一个工作状态的感知 现在还不够明显 我觉得可以把它的动力流的一个画面 做得再仔细一点 或者再加上一些节油的评分 那用户就会不自觉的变成黄金右脚的 那最后你觉得这台极力银河L7该卖多少钱呢 欢迎评论区留下你的价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